議席市政總執行 第一位由林婉榮議員 執行45分鐘 大會主席 我們的蔡副議長 我們敬愛的市長 兩位副市長 秘書長 以及所有列席的局處首長 我們議會的好同事 新聞界的好朋友 在電視機關心 市場的鄉親市場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宛榮 第二屆第三次的市政總執行 在總執行之前 我還是要來呼籲 我們高雄市 在我們的陳副市長 這麼有願景 這麼有遠光 我們一起來響應 週一無肉日 好 那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 市長 你都知道說 我們大老婆 放棄了 放棄頭 的千春 勢在必行 這是我們的 大老婆的鄉親 跟我講 他說 婉容 婉容 我們這樣子的生活環境 你要嗎 我說 當然我們不要 這就是 剛才這個小女生 你看 她這樣子的諷刺 她一個 漂漂亮亮的小女生 她戴著 也防毒面具 後面都是這麼 污染 那麼嚴重的 我們的 我們的沿海山 當然也包括 臨風 好 我們的 探討 我們大林埔 要來前春 是 勢在必行 來 我們大老婆 紅皮頭 放棄了 這個地窟 特別 特殊 她的地理環境 十分的 特殊 她四周 全部都被 高污染的工業 包圍 林海工業區 中鋼 中油 台電 工廠 等等 這是大老婆 尤其在 我們第六 洲際 後櫃中心 的啟用後 所有的大型車輛 全部都要經過 南新路 造成空氣污染 噪音 極震動 連在路邊 這個廚都是歸類的 塞在外面的衣服 都是灰塵啊 那我們 高雄市政府 真的是大有為的 陳菊市長的帶領之下 我們研考會 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用電話 民調 電話 的民調 受訪者有 一世六一人 有七三七的 受訪者 已表示要牽村 長期暴露在 污染的環境 是否要牽村 他們同意七成七 如果以地 以房地換房地 就是說 一處地換處地的方式 來辦你牽村 有八三八的受訪者 表示我願意 但是沒有 牽村已經是 到現在已經成熟了 在原青春的兩大要件 他要必須有虛地 機構 他虛地單位 還要拔去哪裡 這都是要見過 大家的 會 去討論的 但是前 經濟部長 鄧正宗公開 他表示 經濟部 經濟部 以何可 千春評估報告 同意 無需地機關 並以 送行政院 送審 要審議 千春的經費是700億 預估在108年可完成 你覺得 可完成嗎 所以說 我現在必須要講 郭明東是一個 無需接任的政黨 他接近五十幾年 他現在 在那裸台 在那裸人的時候 他辦這個 100空五年 要來牽村 還有法党社群 市長 我們 民政 民進黨的政府 真正 知道 苦民守苦 在這裸台 今年已經100空五年 六月 那他要 他辦這個 歐克拉給我們 他要辦這個 公開來我們做 當然他一定要來生當 但是你要如何來生當 我們要 審慎去 完成他 這是本省的看法 但是我們又來回顧 阿摩港的青春 已經青春了這麼久了 但是又再有 有一些人 因為他就是阿摩港的青春五十年沒辦法處理 也是在我們 20222000年 台灣首次的政黨輪替 我記得 我們台灣人用小名來把丹水平先生 來 激起動算 總統了 隔年啊 2001年 郭文誠 他當選立法委員 他在那當時 他在做議員 傲斷議也在做市長 他們都一直因為阿摩港 的青春 真的一定要 關心青春 他沒辦法的時候 郭文誠他在 2001年的時候當任 立法委員 第一的會議 在運會 提出 當然 我們的 游錫坤院長 他是 郭文誠當時 當時我剛才去台北做的 他的主任 我也有在 董事 看 郭文誠立委 他在把我們的行政院長游錫坤在質詢的時候 他訴出以前 來跟他說 你也是 鄭家 你也是海邊 的孩子 所以當時 就被他感動了 所以就 當時就一直起動 我們就千春的 啟動開始 經過 有民國57年一直說要千春千春 包括我們阿摩港人 海山人一直 空間 集合 結果他也是經過 30年也沒有千春 也是在我們民進黨政府 以後來千春 所以 現在 我們來回顧 阿摩港千春 那個時候還沒有千春前就是這樣子 千春後 就會被週記碼頭 我們現在時機已到 市長 我們現在是民進黨 轉民之前 我們要翻轉國會 小英總統 五大政策 改革中 要落實公平正義 包括 推動轉型正義 我們高雄七 可以說 弱勢的 角落 等待轉型正義 但是 萬榮 在這裡跟我們市長說 林全院長 是我們高雄七的 小英 他是我們高雄七 大小的 現在當時 當今的行政院長 他對高雄 有深厚的感情 他又有財經的背景 他要力拼台灣經濟的發展 所以 市長 萬榮 要來幫你拜託 你現在在行政院會的時候 你都可以大聲的去 呼籲 建議 是不是可以 要求 林全 內閣南下來 視察大林埔的 千川 千春 千川 要怎麼 來加速 腳步來完成作業 因為 現在的 賴瑞隆委員 就是當時的 郭文成立委 的角色 因為現在 有一個 賴瑞隆委員 可以在院會來提出 邀請林全院長 南下來 視察大林埔 大林埔 放棋子 鳳鼻桃 因為 我們都 民調的時候 我們都針對大林埔 當然 鳳鼻桃 放棋子 他的 鄉親 他也是 很緊張 所以我知道說 這個事情是 六例 要來做處理 好 這就是 等一下我們 市長 再來 跟大家 做個回應 接下來我就要來講 這是 亞洲城市辦理的國際賽事 是這杯 並排溜冰曲棍球 標準的比賽的場地 他也簡稱說 短竿 短竿就是並排溜冰曲棍球 他的長度是 20乘40 市長 市長你來看一下 人家 在國際賽事的比賽的場 是這麼的漂亮 當時 本席也在教育部門質詢的時候 我有提出來 那我們的 我們的 教育局長 也剛好 因 有事情 沒有辦法來練習 所以今天 本席也 透過今天 我們市長 教育局局長 也都有練習 好 那我就來 跟市長 跟局長 來探討 我們如何 我們來看看 人 在亞洲 版列的國家 他的場域是 這麼的漂亮 他在溜冰曲棍球 他分為 紙 紙牌 所謂的長竿 他的場地 是25乘50的水泥地 運動的地板 短竿 他用木板 亞克力7 他是這個是 國際總會認可的 材質 因為如果 大小 不同的 場域 沒有辦法 練習短竿的 專用戰術 這就是 這是這個問題 在這裡 好來 那我們又來 看看我們人舞區的 國際競速 華倫 溜冰場 他的工程會 哇 真正 讓婉容好羨慕喔 他 後悔了 耗之 一億 六千 三百 一十一萬 四千 元 有這麼大的 漂亮的產 來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 大亭鼎 直排輪 溜冰場 他培育這麼多 許許多多的優秀人才啊 尤其 全國比賽 成績 耀眼 你看 幾千 都賣金銀 都是 都是 金銀 而且 洪 宇涵 在今年 五人 冰球賽 在香港 亞洲 大型的 球賽當中 他也 勇奪了 MVP 最佳球員 那我很感謝 在 五月三十號的時候 可能 我們 交易局局長 也知道說 這個是 勢必要去 關心一下 所以 在我們的專員 這個專員 以前是鼓掌 他非常優秀 他就邀請了專家 這個就是 劉田修教授 他是 在這個部份 一家 有專家 他邀請了 那個 洪教授 我們在五月三十 這個是 校長 這是教練 那在 我們來看看 他的 在國際 善事的 佳績 屢創佳績 這麼老舊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看 回顧一下 在二零一二年 女子 女主主 亞軍 二零一四年 他教授 也是 冠軍 為什麼會變成 亞軍 因為 在中華 中華民國 華人 溜兵 總會 因為他們把那個 芬林 芬林 他的 他誤判 人家都是 高強大 二十歲以下 我們的小孩派出的是 十八歲以下 所以我們的小孩派出的是 小孩 他們 外國人 是這麼大 這個 我們又可以拿到 亞軍 所以今年又有參加 二零一六年的 亞 就是 亞洲 的這個 錦標賽 也是我們有代表隊 所以 他們也渴望 拿冠軍回來 這是 好 市長 我們來看看 以 連續拿下三屆短竿的 溜兵 代表隊去 參加 這麼多的 獎項回來 傲人的成績 市長 你看看 我們的 民族 他的 所以 辦公 要跟我們的 市長建議的 局長建議 我們來建議 來 蓋一個 短竿 短竿 驅棍球 對不起 我喝個水 短竿驅棍球 他的經費差不多1500萬 因為長竿跟短竿 他們的 運動的 就是 有不一樣的 運動方式 來 市長 我們號稱 唯一 國家 符合 國家 規定的 規定的標準 場域 這是我們台灣 唯一 一座 主廠 30 60 乘60公尺 這是 國內唯一的 在 叫IIHF 冰球國際總會 他們 覺得說這個是符合標準的 那規廠也是 25乘50 這個都是 非常標準 好來 市長 你看 這麼標準的場域 這是要怎麼看 東人 在我們的 中局長 中科 中科長 我們有反應之下 這個 這個地方有補了 市長 這個球場已經新建10年 主戶球場他的 尾 尾板 已經操控使用連線 你有沒有知道 他這超過10年了 你現在就用你的手啊 他已經氧化了 灰了 你要用你的手 把它閉 你用你的手 他把他閉 他就 都破了了 我是覺得說 我們的孩子真的有夠厲害啊 他們那個 知道那個 直排輪他的球啊 是硬的不行啊 來 因為 因為那現在他的主 主場 主場 他現在就是 他需要那個 遮陽棚 好 我們各方 我們各方是這麼年 都沒有遮陽棚 因為 我們 洪台後 啊 派派啊 這個就是我今天要訴求的 好 市長你來看看他的那個地板 這個地板 這個地板 就是那麼多 差喔 所以 今天 婉容要跟市長 我們交易局局長 我們可以透過交易局向中央來爭取 運動環 運動 環境經費來補助 我們的 看要怎麼來幫他補助啦 看要怎麼 用什麼辦法 他可以處理啦 這個地板 這是專家建議喔 他地板裂縫 建議 整個 粉光 並用切割 生收縫 來提升地板的品質 那他的國際 的場地 門面不足 景觀需要去改造 就是這樣子 凸凸的 那他簡陋的 主場 主場啊 裁判是呀 就是 就是這樣啦 那他的服務設施 這個都那一天 洪教授 做的建議 我們是國內首區一指的 場館 他建議說這個 設施服 他的 服務設施 觀眾席 休息區 座位 等等 可擴大其效益 好那我們又回 回過頭來啦 我們看 剛剛是看到主場跟副場 我們來看看 廠後的早草重生 市長這是我的手 我如果去到那裏 我如果去到那裏 我就心就很痛 為什麼 因為 你就知道說 萬榮 我的服務很好 我問前我也很認真 包括肥坎 種種 我真的一天24小時我真的 除了睡覺吃飯以外 我就是齁 就是都在做人 所以 有時候 也真的沒有辦法常常去那邊 因為我的氣 我就是 拿東西去跟他們 問 但是我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看他們 這都是他的家庭都看不過了 因為我就是 我一直在 對那個教練 劉教練 我怎麼跟他黏 我說 教練啊 你 你這麼優秀 他為了這個孩子 為了我們這裡 場域這麼的壞 你知道嗎 這個高齡都帶 都帶那個家庭王 包括那個孩子 都在那 一項一項在那裡處理 一些善後的工作都可以在做 每一次 我們那裡後的大張柱子 太阿 都是他們在舊 我有時候我去到那裡 我看他們都在 大家都在洗地板 趴著洗地板 我真的我都掉眼淚啊 我說你是怎麼為了 跟孩子 可以把你的完全的青春都沒去 為了這些小孩子 每次都要用正常的管道 他去爭取 給他的回答 就是說 沒有經費 我就跟他說 為什麼你不告訴我呢 因為我沒有辦法去了解太多啊 一次一次的 到沒辦法的時候 我剛才議會說 所以 我每次如果去到那裡的時候 就是幫我加 我加到我差不多10天都不好 每次我去 我如果去到那裡 我看到那個孩子我就心疼 我說 那邊的資深員啊 我們都說 尤其 在那個 雜草重生的 後面 一定有青豬 青豬一定有 小金剛 小金剛一定是會把我們 手把我們 我如果去到那裡 我真的是手腳臉 我都滿頭包啊 我不是這個孩子 我覺得說 市長 我邀請你去看看一下好不好 我真的 我不能再講下去 因為我哭出來 你看我們的孩子這麼優秀 這麼耀眼的成績 為什麼我們 教育局給他這麼樣子的對待呢 好 我們的選手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可以申辦國際比賽 我們 卻苦苦等不到我們的 好 場域的 修善也好 好 我就講到這裡 好 我接下來 我要講的是 我們的國宅 國宅 在104年1月7日的時候 內政部 營建署已經廢止國宅 國民住宅的條例 不再興建國宅 但是我們高雄市 有一些 已經 興建的國宅 還有 現在是 是國宅用地 但是我們是不是需要去 檢討 解編呢 像 左營 前政 純邦 國帽 事為 等等 我們前陣有 軍藝政群 新民德 這個 學區 這個國宅 學民國宅 這都是早期 已經蓋了 但是到底 他依然還是 助記的 是國宅使用 那我們 高雄市現在目前 我知道的 當然 可能更多 就是 現在目前 有三處 他的用地 都 可以 可以我們來 通盤檢討 但是因為 我在要質詢的時候 我也曾經去問了 都發局 還有財政局 那我們 前陣 鄭國路 新民德社區 第二期 他有三公頃的 國宅用地 還有 高雄 我們的前陣高中 捷運棚 也有一塊 那我們的 瑞翔高中 棚 就是現在 玄德店的 坐落 玄德店的 那個所在 某0.5 公頃 0.25公頃 0.25公頃 的 土地 它都屬於 國宅用地 但是 我在 質詢之前 我有 跟我們的 財子之後 那怎麼辦 民眾可以進行一般的買賣 但是 你還 備註的 國宅用地 這個部分 是不是 我們來 一併做檢討 這是本席 今天 的訴求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 蔡英文總統 他一直在 對 五大核心 產業中 對 節能 減碳 發展 綠能 是新政府未來的 主政的重點 這個 蔡英文發展 蔡英文總統 他也想要發展 綠能科技 有四大主軸 創能 節能 儲能 智慧 系 智慧系統整合 那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的 新光路 原道 亞洲 新灣區的 智慧 生活圈 那我們 這個是 新光路 原道 有 這個是 世貿展覽館 有很多的 像我們的 圖書館 我們的 流行音樂中心 還有這個是 呃 我們 很多的 大型的建設 都在這個地方 那內政部 環保署 推動 永續 智慧社區 創新 實證 示範 計劃 好 又跟黃保署 在推這個 永續智慧 創新實證 部分 是不是 因為為什麼這個 綠能會落在觀光局的身上 就是這裡要來推動觀光的新景點新亮點 所以這個區塊 所以這個區塊就在我們的 可以到了 據聽說是要六月底之前 我們就要送去了 那他們 這個社區發展協會 里長 也有 請 我們的 賴內隆 也有 賴內隆委員 有去 詢問他們的助理 現在 正確的就是 在規劃 如果假設規劃 執行 能夠 取得 因為 評選是四個城市 那我們高雄市 要10個車市 我想我們高雄市 應該是 拿得到 21個 館市 那 是 台灣 第二個 首都 第二個 大城市 那 中央補助是80% 地方 政府 他邊內20% 該區是 亞洲西灣區 及多工人經貿 園區的 核心區 這個是 等一下 我是不是就請我們的 觀光局長 或是我們的 公務局 我不知道這 兩個 兩個部會 好 就都發局 等一下你來給我回答 因為當時就 就說我們 曲傳聖 那個 局長他很用心 因為 他想說可以 有高雄的新亮點 也是 也可以帶動我們 整個觀光啊 所以 說實在 我們的 傳聖局長 他也想說 要怎麼去拚 好 那接下來 就針對我們小孩子 地震 因為 地球暖化的因素 這是 台灣 的 921大地震 就 盲目倉疑 日本的 仙台市 大地震 我們台南的 大地震 最近 雄本的大地震 7.3 引起我們 非常大的震撼 所以 今天 市長 宛榮 針對我們的 我們的 老舊校舍 這個 賴政補強 要怎麼來改善 高雄市 我們全高雄市 有多少的耐震補強 這個我可能就是沒有辦法講很多來 那 五十年內 如果遇到地震 小震不壞 中震可修 大震不倒 好 那我們 如果 這個是 當時911的 現況 如果發生在 白天 學生上課 顯然 這個 對防震的重要性 是非常的 好 那我們剛剛是 像目前有 一百七十間的 學校有 四百五十 市棟的 校舍 未取得使用執照 當然 這 未取得執照 不是我們的 成局市長 你造成的 當然這就是 市長 要來 延續這個政策 延續性的 不符合86年 訂定的防震標準 我們如何來進行 把這個校舍來做 健康檢查 這是 相當的 迫在眉睫 那有 一百七十 所學校 四百五十 市棟 那我們的 老舊校舍早期啊 都是 便宜行事 因為 他的 反正不太高 所以 自己的 好好的 好地 就自己去去就好了 先見再說啦 先去再說啦 所以 有些人 還真的 有過 離譜喔 他 先去才好 他也沒有 申請建築執照喔 那後來 有建築執照之後 也是 去去再說 去去之後 他還沒有申請使用執照 這是當時的現象 我想高雄市 不是只有共青年啦 全台灣都是這樣啦 好 那我們二三十年的老舊 他的建築物 現行法令 他比較嚴格的規定 他的建築係數 不符合規定 包括耐震係數強度 可能在全高雄市來講喔 可能要發掉二十億啦 那二十億 對我們高雄起建貨的人 沒有辦法去負荷啊 所以我們是不是積極 來去爭取 中央經會 來把我們這老舊校舍 儘快完成 補強取得使用執照 好那我們就 例如啊 我們的瑞翔國小啦 瑞翔國小 這個也是 老舊校舍 市長也幫我們看一下 他這個部分 也是瑞翔國小的 我們前鎮 也算是一個非常優質 中型 的學校喔 那前鎮 我要請問 市長 當然 本席是前鎮小港首選出來的 那 我在質詢 我是針對全高雄市 但是我沒有現在沒有辦法 請市長給我回答 全高雄市 我要請問 前鎮小港 目前 尚有多少 學校的校舍 為做 耐震補強 校舍不符合 86年 訂定的 防震標準 這是 稍等 來 我們就 針對這個 國小 鳳鎮國小 他的屁股跑道 也需要 市長 我們的教育局長 去 關心一下 這是小行工作 當然 在 他們的 我可能就是時間的關係 可能沒辦法在這裡 讓我們 我們回頭 回頭 交易局的 教育 教育單位 教育的質詢 這個是 他們的 跑道 的問題 還有最重要的 就是 這個在105年 來 他的 在105年 他的 屋頂 他是53年新建的 當初設計 並沒有規劃 女兒牆 那這個 鳳鎮國小校舍 他都是老背少 這間學校 很久很久 就去了 53年就去了 但是 我也要感謝 當時的建築師啊 當時的新建的校長啊 他真的有夠厲害 竟然是53年 以前去的 又是老背少 但是 他說 你們檢查出來說 他的 耐震係數 還善可啦 啊可能就是 就是要去幫他做一個 那他的 屋頂的 虎遠廣闊 長達130公尺 他沒有一個 防護圍欄 這真的是 很恐怖 這個也是我們 勞工局 他有去 做 在5月12號 勞工局 勞動檢查處 要求學校 要依 依法要改善 這個 需要15萬 這 簡單的工作 拜託 我們教育局 來做個處理 好 那我接下來 我們看到 世貿 世貿展覽館 也是台灣 第一座多功能的 靠港 林港 的會展中心 那 他的對面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成功二路的對面 這一塊地是 台電的 土地 但是他閒置五年多啊 他閒置五年多 你看 連這個 行人的 行進空間都沒有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 我們公務局 你可能要趕快去 把它處理 不可以說是一個大公司 這是他們的 那在座落在我們的 雅灣區 有這塊土地是 很漂亮 但是 他就是要去把它 趕快去把它改善啊 他真的是 遺孝國際 喔 那 還 對我們的 行人的空間 都沒有 那正常的 就是要必須 要親民的步道 就是要一百五十公分嘛 那剛才那個 兩九十公分 就沒有了 好 那這個就是 很簡單的事情 那就請我們的 公務局 要趕快去 做個處理 好 那我們 經常 練之在之的 綽康營區 那 我很感謝 我們從六公頃 到現在 變成 十公頃的 心路歷程 在這個心路歷程當中 我相信 市長 你也 對 婉容 在當時在質詢的時候 你也真的是 也很頭痛 但是 因為你的頭痛 才可以來 花揮 我們整個事務團隊的潛在的能力 所以我們從 六公頃 變成 十公頃的 心路歷程 我們也經過 很漫長的時間 來做一次一次的在質詢 但是 六公頃 成為 十公頃 就是要在 我們 公斬的時候 婉容必須要提出 跟我們的市民朋友要提出意義 才有能夠今天的 十公頃 但是我都不知道 這個公頃 三人政策的 為了我們的市民朋友 政策的 我覺得都是好處 包括我們所有 議員 當然 大家也很關心 因為 高雄 高雄 前鎮小港的 很多的建設 就 延大 包括 205兵工廠 包括 我們很多的 像竹地市場 也是 宛榮 要去做的 一個 我們賴瑞隆 立委當選之後 他也很積極去 中央去爭取啊 跟台唐 要去跟內政部 都委會 趕緊去把這個事情處理好 這是一個好處嘛 哪有什麼說 什麼人在把什麼人 掛到嗎 我覺得 我都不解 所以 所以 在地方 我們為了 我們大高雄 我們高雄市政府 包括我們市長 你一直 都覺得說 欸 我可以獨落 對哪一個區比較好啊 所以 你都秉持的 南北 其發展 高雄 共融圈這個理念 所以 我是希望說 未來 在這個區塊 我們可能要 多加勞你一個 在東京竹地市場 我們的 市長 你應該也對我們前陣漁港也很 非常的熟悉 而且我們的海洋局局長 你也非常的用心 但是 東京竹地市場 給我先 發出第一炮 結果 我看到那個 柯文哲啊 台北市長 他有去看了一下 哇 他也是讚嘆不宜啊 他們也要仿道說 日本的東京竹地市場 對當做到這樣 他也去 他也去取金 我想 台北市 應該 沒那麼大的 場域 沒那麼大的腹地 是不是 我們的東京竹地市場 當然 今天 質詢是四十五分鐘 那 我也可以 我也沒有 我知道市長 我 這次的問題 太多了 因為 我在 前陣漁港 落腳已經 有 有 30幾年了 所以我對我們的前陣小港的 左遍我們前陣小港的 每一個 角落 恩賜 所以我對我們 前陣修港未來發展 我真有怕夢 尤其 在我們的新政府 完全的執政之下 我對我們的小英總統 我很有期待 因為 有到 幸運了 我就很不一樣的生日了 所以 我想 他也是屬於 拚四週 拚明週的 好 那這次 我在質詢的時候 當然 也不需要說 市長 的 一一的 回答 可以用 書面的 來給我回答 但是 重點就是有前面 幾個議題 你可以正面回答 那後來 這些 我只是要讓 我在質詢之後 也讓我們市長也來了解 因為 我在部門質詢的時候 我都 發費了 我的30分鐘 來做 完全的質詢 所以 一次一次的部門質詢 我都沒有浪費時間 包括總質詢 所以 我有這麼多議題 可能是對市長 會比較抱歉 但是 時間 我也不敢說 耽誤 市長 耽誤 我們 在總質詢的時間 所以在 後半段 可以用書面的 給我回答 沒關係 但是 我請 市長 針對 剛剛的 紅毛 青春已經 錢了 可能是有 無分的所在 不夠數字 是不是這次 我們已經有錢車之鑑 在大樓部的青春 來做一個完美的據點 我請市長給我回答一下 市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林議員提出很多對 堅定修鋼 很多議題 我大概有些不能夠全部答覆 不過林議員非常關心 大樓部的青春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 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今天大樓部 還沒有錢穿 所有未來 很多發展 對大樓部的鄉親 就是不公平 我想他的 居住環境 基本的正義 就比較是四十位 都是重工業區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今天大樓部的錢穿 我想在過去的政府 前經濟部長 他跟他在要結束 在要結束 是部副政府 他有來跟我們討論 不過那個時候他在 整個立法院 立法委員說 叫你一個月就要提出你的報告 我看這個報告來說 都是不夠精確 不過沒有關係 現在我是認為 我一再的跟 新的經濟部長表示 就是說大樓部的千川 他們一定要重視這個議題 這個大樓部的千川 中央經濟部 他們自己應該跨部會 去尋求 虛地的機關 或是不就說 中央一定要把這個 所在 給大樓部的鄉親 到底是要去 撐去哪裡 這個千川 要有公平 這個千川 就是說 是不是 是依照我們的 當時 研考會 所有做的民調 如果以地 以這個空間換這樣的空間 中央 大樓部的鄉親 百分之八八都 同意 這個中間有很多 細節的問題 需要再更討論 但是我覺得 千川這個大風向 是 我相信 新的政府 一定要得到死 我跟委員報告 新的政府今天就任 差不多十二天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會認為 他必須重視這個議題 那我們也聽到 大鄰婆婆婆媽媽 有很多不同的環保團體 大家都是 也有很多很多的意見 那我們都是非常的重視 但是大樓部的千川 我們高雄市政府 破院的角色 就是說 我們過去有 協助中央 對紅門港的千川 紅門港的千川 經經歐歐四十年 這樣一邊過一邊 都要牽涉到 實在是 很多 我們的紅門港人 很多痛苦 還跟我 就任市長 十年前就任市長 下重點 我們的政市長 擔任 行政的議長 第一還有百二百十五億 兩百一十五億 然後 才能夠讓我們 紅毛港的千川 最後能夠完成 對啊 這個部分當然 還有我們紅門港的鄉親 還有一些 沒什麼樣的意見 不過 只要百分之 重金九十八 大家對這個 最後的結果 就是接受 這樣今天 國家重大 的發電 洲際後櫃中心 現在才能夠新建 紅門港也沒有千川 我們在高雄港國際的競爭力 差不多 幾乎沒辦法跟人競爭 深海的港口 都很多很困難 所以說這個部分 就是說紅門港的千川 高雄市政府如果中央 政策 觀點 高雄市政府依照 過去 處理紅門港 的經驗 我們會 我們會這個部分 中央跟地方 大力配合 讓我們紅毛 我們的紅門港 我們認為他基本居住的環境 我們要尊重他們的意願 這個部分 我們會大力 來協助促成 這個跟林議員來做報告 林議員非常關心 學校 很多吉他 有十個問題 我覺得林議員所提議的意見 我們所有的 基礎所長都會非常的重視 那校舍安全 我們跟林議員 一樣的 非常的關心 現在我們檢定修港 那個校舍能不能符合86年耐震的係數 這個部分 檢定都已經完成 修港要還有八號要再補強 我相信 細節的部分 我想教育局 要你把資料 跟林議員來說明 林議員對於 就是說我們高雄 對於 整個併排 來欺棍球 我們能不能來申請國際比賽 現在這個部分 有一些場地 還是覺得非常不適當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所了解體育處 我們現在的體育處長是非常的專業 也是非常的優秀 他對未來我們高雄 哪些項目是我們的強項 哪些項目 我們高雄 應該好好的發展 這些場地 怎麼來 處理 這個部分我覺得 基本的這個部分 教育局已經有補助 但是未來 你說差不多 整體要作為一個國家 作為一個未來比賽的場所 你大概要一千多萬 這個我們會跟中央體育署 這個部分我們會跟 我們透過立法委員 中央地方合作 中央要跟我們出稅 我們高雄市政府就能出稅 這個部分我們管理 透過我們的 教育局體育處 我們跟中央透過高雄市集的立法委員 我們同座來證書 再來就是林議員特別關心 說我們的國宅用地 這個部分我相信 我們的都市有法典共 這個部分 稍等這裡跟林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 難度不高 我想都計應該會通盤檢討 這個部分 讓我們現在過去的勃載用地 有一個非常名副其實的輸容 再來我想林議員 特別關心 就是說 我們的邵康營區 那我會覺得邵康營區 這個部分 當然 議會支持市政府 有一些政策 我們也認為這個邵康營區 應該利用這個 這一次邵康營區 這個部分應該我們要爭取更大的立地空間 那我們也知道 林議員在從頭到尾針對10公頃的部分 那我在這邊 我也不斷的跟林議員 在議事廳上有一些 大家一起努力來爭取 我會認為 高雄市集的立法委員 爭取高雄的建設 我感覺 市民朋友都知道 哪些優質的議員 哪些人的努力 我感覺這個部分 不用 那個 可能 康營 沒什麼樣的 市政府是對這個沒辦法處理 說 我覺得市政府 問一個議員的意見 我都重視 這是公共議題 公共政策 那我會覺得更重要 市政府願意 堅持市民的利益 議會為我們在幕後 給我們很多好的意見 我都重視 所以說這個 所有少康營區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 已經 最後 內政部這個部分是同意 但是有少部分的資料 這個部分 又補強 所以這個部分困難不大 當然有一些 立法委員跟 我們在地議員之間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但是大的方向 大的方向都一樣 大家都是 政策 一個政策 兩個政策 十個政策 對高雄市政府來說 都是好的 感謝議會 的支持 感謝我們的 劃水養 立委 這我們都 很感謝 林議員 很關心 205兵工廠 的簽證 這個部分 我們 重視 205兵工廠的簽證 感謝郭文成立委 證明的很多 劃證 但是 跟 所有 媽 救政府 備當 205兵工廠 都是 說到大家 都回到 結果是沒有 但是 我們持續在追蹤這個案 所以我們205兵工廠 這個案 跟林議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在六月設備 就都市 我們要 對部分 合作意向書 都要向國方部來前述 向 這個上方 這個部分 我要求 這個時間 要更快 因為205兵工廠 牽涉到 我們亞洲 新灣區 整體的發展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會非常重視 我們也希望未來新的政府 重視高雄的聲音 同時 在行政效率上 能夠更快 因為問一個市長 接近的時間 總共四年 如果問一個行事 我們已經打算很久 這樣事實上 什麼事都做不成 所以說我這個部分 我 會透過我們的市政任委 不斷跟國方部來交通 讓我們205兵工廠的簽證 能夠往前 能夠迅速 所以大概對於 林議員關心 變大大小小的 一些事情 我們都非常的重視 謝謝林議員 給我們很多的支持 告訴你 老闆 謝謝 請簡單答覆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關於那個 剛剛議員提到 那個比較進步的 那個提案的部分 他事實上是在 內政部建研所 建築研究所 他有一個 就是永續智慧社區 創新實證的示範計畫 那這個計畫 因為一開始是 今年的年初 那他們那時候 有提出來一個 申請的辦法 那後來臨時 可能是 不知道內部 是什麼一回事 所以他們又說 臨時取消 那所以新政府上來之後 大概我們是在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接到通知說 又重新有一個 辦法出來 那所以我們現在 市府是 幾個單位 包括說 研考費 研考費經發局 然後環保局 跟交通局 跟都發局 五個局處 目前在就那個 提案內容 要在做撰寫當中 那以上跟議員說明一下 好 那國宅的部分 我們現在也正在做那個 整個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那大概是分兩個城市 第一個就是都市計畫分區的部分 今天如果是在 都市計畫分區有住宅區 後面被加注國宅使用 或是國宅用地的話 那個我們會 透過都市計畫程序 去把它 解決 另外一個部分是在建物登記上 他也因為有些是有貸款 因為國宅的貸款 那所以我們也全部清查過 一旦只要他的國宅的貸款 繳清 我們就會向地震單位去申請 圖銷登記 好 資金完畢 好 謝謝資金完畢 休息十分鐘 謝謝 謝謝